感叹说这桥真是看上去很美 现在您看到的这座桥叫罗峰大桥 在今年4月13号的池州日报上 曾经刊发过这么一篇报道 说罗峰大桥已建成通车 但实际上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当地的老百姓却说 这座桥真是看上去很美 它从来就没有通过车 因为它甚至连引桥都没有 人和车则根本无法上桥 罗峰村村民告诉记者 清晰河上原有座老桥 已经使用了近30年 被大水冲回过许多次 早已是微桥 于是池州市新建了罗峰大桥 可是现在罗峰大桥 也没给村民带来便利 村民出门小学生上学 还是只能从微桥上通过 大桥中间都是有道理研究 一项民生工程居然成了摆设 到底哪个部门该承担责任 有设计部门有关 设计部门有关 设计它当时的营桥 你把设计进去 就是没有赵家在城堡里 村志书徐庆明说 李山街道办事处 是大桥的业主单位 记者随后来到了办事处 可几乎所有的办公室 都大门紧锁 记者只好电话联系了 负责这件事情的 街道办事处书记张峰 张书记建议记者到池州市建委了解情况 市建委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了2007年3月份的一份市政府会议纪要 纪要上说 罗峰村两座交通桥 由市交通局会同桂池区政府负责协调处理 于是记者又来到池州市交通局 市交通局又把批球提给了桂池区交通局 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较复杂 这个事情我看来 市政府这个要了解一下 人觉得办事了解一下 批球是踢来踢去 责任与我无关 各部门都说呢 是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了 正在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可到现在到底哪个部门负责还是没有弄清 当地百姓什么时候能走上这座桥 我们新闻频道将继续关注 好更多的消息来看一组新闻快报 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 北京时间今天4点08分 西藏日喀泽地区昂仁萨嘎县交界处 发生5.6级地震 震源深度约33公里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经过数百名铺救队员连续两夜的奋战 内蒙古西安盟境内的入境草原大火 昨天中午被扑灭 近来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 水体面积大幅减少 10月份仅有537平方公里 比9月份骤减近六成 南方持续干旱是主要原因 北京大学2010年自主招生简章 日前正式出台 北大将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香港大学联手 首次实现一档多头 一档多头的含义呢 就是三个学校统一命题 由北京大学呢 统一组织比试三个学校共享成绩 2010年北大自主招生报名将于11月10号启动 报名截止到本月30号